记者苏福南路逐报道,针对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康复持有联盟等团体指控,龙发堂不仁道对待经账堂众,龙发堂今天下午照记者会开博斥,一篇概全无法接受。 龙发堂并开放媒体采访寝室、餐厅设施和堂众平日活动情形,住持新善法是为该堂发声群具疫情,率干部向社会大众鞠躬道歉。 他澄清指出,今年7月发声群具疫情后,堂房已投入320多万元进行化粪池改建,物物水肥清除,为外洗涤肺,环境消毒,七楼全面改装细密窗,厨房防暴灯罩更新,四楼隔离房工程等,努力改善堂众的生活品质,强调病未已禁锢取代职能治疗,该联盟已偏概全,龙发堂无法接受。 龙发堂发言人李方林说,当天卫生局人员致该堂调查肺结核疫情,珠层楼清点堂众人数,该名堂众为其重症经障患者因不耐久后清点延误用餐时间,一时情绪急躁不安,敲破玻璃,堂房人员因此临时以桌子铁链约束该原事控行为,并非卫生局人员指控的不人道对待。 李方林表示,高速卫生局指龙发堂有503人,这是包含工作人员和部分社级人员,实际堂众原有475人。 7月发生群聚疫情后,陆续有88人已出就医安事,目前堂众剩下387人。 他强调,这些经账堂众都是家属拜托照顾,并非堂方主动去招揽。 更无外界所指买断情势。 针对外界指引龙发堂不合法一事,李表示,堂方早在102年就向高雄市政府申办非都市土地申请变更作为宗教使用专案辅导合作案, 但遭市府与特定农业区之农牧用地原则不得变更使用为由驳回。 龙发堂并非不想合法化。 龙发堂并非不想合法。